中国将针对未成年玩家实施电玩销禁与课金限制 最有趣的中国官员这次决定打击给未成年玩家的线上电玩 好对抗游戏成瘾问题 根据BBC报道 这项限制规范是在周二由中国共产党发布 现在18岁以下的玩家将面临销禁 从晚上10点到早上8点 他们都将被禁止玩线上游戏 这项新法规指出 未成年玩家将会被限制平日只能玩90分钟 周末或假日则只有3小时 BBC报道 这项新指导方针也限制了未成年玩家的课金金额 8岁到16岁的电玩迷一个月只能花台币约880元在游戏账户上 16岁到18岁的玩家则最多能花费台币约1700元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 中国官方也要求所有的人申请线上游戏账户时 要用真名和真的电话号码 这样政府比较容易追踪每个人花了多少钱玩游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之一 根据市场调查公司NICO Partners 2019年中国数位游戏收入将达到330亿美元 不过这些政策真的有助于戒除游戏成影吗 或是我们会看到一堆爸妈替自己家的小玩家申请游戏账号呢 by bwd6 by bwd6 by bwd6